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温度传感器 我们看一般常用的都是热敏电阻 但是热敏电阻只能在一定的温度环境下使用 我们看这个热敏电阻在常温下 因为室温是22度左右 我们看它是6.1K 我们把手放上去 因为我们人体的温度大概是37度 它的电阻就会相应的减小 而且是呈线性的 当我们把手放开以后 它的阻值又会增加 那么这说明它可以测量温度 它的测量温度主要是通过上面一个线流电阻接在5V上 然后它是在下边分压 那么电阻和这个热敏电阻相接的引脚 就会展现不同的电压值 从而传到MCU来判定这个位置是多少度 实际上就是测量它的分压的电压值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热敏电阻 这个热敏电阻它的测量温度范围很宽 它是能够在100多度 甚至上千度 那么然后呢 到零下50度之内 那么它非常的简单 它只是有两种导体 然后焊接在一起 它就形成了一个测量温度的探头 那么它是什么原理呢 那么我们看一看 正好我们这个万用表就是带温度的 那么我们随便把一个探头给它插上去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组值 它的组值一般是13.6V 14V左右 我们看给这个温度传感器增加温度 它的这个组值也是略有变化的 但是变化不明显 我们这个烙铁插上了以后 它也是能够变化的 但是变化不明显 那么我们把它换成温度 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是27度 实际上是因为我用烙铁给它加热了一下 现在烙铁离开了 它的温度在下降 那么我们再把烙铁放上 我们看 在不断的上升 现在烙铁的温度是37度 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来测量温度的呢 我们现在它的温度是31度 我们给它放到电压档 我们看 它的电压是0.3 0.2毫伏 0.1 也就是说温度下来了 就是0.1毫伏 那么我们把烙铁给它加上去 让它测量温度 那么它升得很快 我们看 现在0.6毫伏 温度越高 它的电压值就越高 0.7 实际上热电铁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两种不同的金属连接在一起 我们看 我用的一根铁丝和一根铜丝连接在一起 插到这个表上 同样是可以测量温度的 我们看 黑表笔接的是铁丝 红表笔接的是铜丝 我们看 现在的温度是24度 当然跟我们刚才的热电偶是有点出入的 也就是说温度是不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给它加热 看看这个温度会怎么变化 加热以后温度降下来了 那么说明这个表笔是接反了 因为它会向腹端运动 那么我们把这个表笔翻过来以后 我们看 给它加热 我们看 温度同样是上升了 那么说明在这个连接点上也会产生电压值 为什么都用热敏电阻 而不用热电偶呢 热电偶的构造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它只是用一些比热比较小的金属连接在一起 因为呢 我们这个热电偶呢 需要加运放电路进行放大 才能够检测到 因为它产生的电压值只有几毫伏 而用热敏电阻呢 进行分压以后 这个电压值呢 它的浮动范围就很宽 不需要用运放来放大就可以使用 所以呢 热敏电阻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热电偶呢 由于它的所处环境 不像热敏电阻的要求那么严格 所以说我们的热电偶呢 也是经常被用到的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